如果你想要做一個假的自己或假的人出來 幫你製作影片講話的話 現在這個 AI 工具完全可以做得到 超級可怕 嘿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一天我做了一支影片就是 怎麼使用這些 AI 的工具 不管是在你拍攝影片啊 拍攝內容的時候 生成文案 腳本 標題什麼等等 然後自動生成一支影片 那關於那支影片呢 雖然說它的內容 聲音 文案 然後音樂 配樂什麼 全部都可以讓它自動生成 那已經非常的方便 那有人會說 如果我想要跟觀眾有比較多互動性 想要真的有一個臉在跟觀眾對話的話 這樣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那現在我們就來介紹這幾個工具 怎麼組合起來 讓你們去達到這種簡單去製作內容的方式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到這個 CheckGPD 那我上次影片就有講說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文案要生成的話 你要怎麼去問它 或是它怎麼去製作這些東西嘛 所以呢 關於這些內容 生成 文案 這些你可以看前兩支影片 都有做這類的教學 或是這些音檔怎麼生成 當你這個文案都生成之後 你有一些 比如說你知道它要講什麼 你今天想要把它生成 就有一個人臉去講話 你又不想要自動自己去錄音 然後自己去講這段話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辦呢 那但首先你需要一個人臉嘛 那你不想用自己的臉 那你可以網路上找啦 就是一些有人畫作的人臉或什麼 那但我不會這樣做 你也不要這樣做 我會教你怎麼去生成另一張臉 那我們就會嘗試說 隨便下載一張臉 看它可不可以用這張臉 你去生成出一個跟你對話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做一下下載 好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是想要生成一個自己獨創的臉 然後讓你也沒有版權上的什麼問題什麼的話 你可以叫這個Mid Journey 讓它去用AI的方式去幫你做出一張臉 讓你去作畫 那蘋果妹的影片也有關於這個 怎麼讓它去作畫 用什麼關鍵去使用 它去改變它的風格什麼等等 那這個如果要比較細節去研究這個Mid Journey 那你去看那支影片 那你可以看我這邊我其實就非常簡單 我一進來之後你可以叫它去作畫 那我就叫它做出一個非常真實的這個 東方人的這個長相 哇 那這些我覺得太帥了 那我把它放上去的話 人家可能覺得這個根本就不像我 這不太真實 那我後來就請它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很愛電腦 像我這樣很喜歡這個科技宅的這種照片 欸 你為什麼科技宅都一定要戴眼鏡 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來問 好 我這邊就打說科技宅沒有戴眼鏡 好 那看它會生成什麼樣的東西吧 欸 為什麼還是有眼鏡 欸 這個有點像RD耶 也沒有 打開 欸 好像這個好像六指淵跟RD的一個混合板 要不要用它 這個它有生成一個比較大的照片 那我們先下載備用 看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不夠真實 然後再生成一些AI生成的這些照片 我們等一下再來試試看 好 那這種時候人臉照片你有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讓它去變成一個 直接跟你講話 或是說照你想要的腳本去講出它想要的話呢 那我們這邊就來到這個地方叫做 DID的這個網站 然後那它基本上就是可以用人臉去伸出一個 它嘴巴會自己去動 然後會直接去講話 像我這樣有戴口罩的話 有沒有辦法用呢 我有試過有戴口罩它沒有辦法用 有戴口罩的時候看起來非常非常的詭異跟可怕 你還是覺得人工智能沒辦法取代人類嗎 看完這段影片後再告訴我你現在怎麼想 嗯我覺得你還是沒有辦法 我剛剛有測試一個就是真正人臉的照片 我隨便下來下來 那這個我不會去用它 這個是人家有版權 我只是就是測試給你們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Dan 我是蘋果爹頻道的新主編 從現在開始會負責分享人工智能相關的新聞 請大家多多指教 OK那這邊聲音都可以自動生成 那我們教你怎麼做 那你先到這個DID的這個網站 然後你先去註冊 註冊完之後你就有20個Credit可以先用 那這邊就讓你免費去測試一些東西出來看看 那我這邊可以製造這個影片 我這邊說Create Video 那這邊可以Add 你可以加一個自己你要的照片 那像下載項目我們這邊有非常多 我們剛剛就試試看 我昨天有做一些AI的人臉 用這個好了 這個解析圖 還是你要用這個像是阿滴跟六指淵的 用女生 女生大家比較喜歡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講說 Hello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頻道 頻道的新主編 我現在開始會跟大家分享 更多AI相關的影片 大家有什麼特別想要學習的題材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請多多指教 記得訂閱蘋果爹頻道 掰掰 OK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生成 然後你就可以選說 它是你可以上傳自己的聲音 那可是這邊我們既然講女生的話 你就先不要 好那你可以選 這邊馬上就有這個台灣的這個中文 好那這邊就有不同的聲音可以讓你選擇 Hello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頻道的新主編 好那我們就 Generate Video 然後這邊按下這個點 然後它就自動開始生成 然後這邊說 我這個影片的長度會耗掉三個Credit 我覺得OK不然就我們試試看 好我記得印象中也是蠻快的 它真的也不用太久就生成出來了 那真實度的話 我剛剛那支影片你們看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OK啦 如果你有時候就這樣放一下看 然後你可能再穿插件片段的話 可能很多人會認不太出來 那我們可以下載 哇OK我們左右做一下對比 看一下現在這個眼睛 跟我們剛剛使用那張照片 我是覺得還不錯 OK你看它這個臉的表情啊 那這些眼睛向上看 連眼球對焦的地方都有點不太一樣 連鼻子都有點抬起來 OK我們來播播看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頻道的新主編 我現在開始會跟大家分享 更多AI相關的影片 大家有什麼特別想要學習的題材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請多多指教 記得訂閱蘋果爹頻道哟 拜拜 Hello everyone I am the new editor of Apple Dad channel and from now on I will share more videos related to AI 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learn specifically 非常的自然 哇這看起來有點可怕 你們覺得怎麼樣 那所以啦 當然如果你用更真實的照片 它看起來的效果自然就會再更好一點 那可是我覺得以現在看來的話 那我們來播播看剛剛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以目前來講 我覺得它可能身體啊動的地方 可能還沒有那麼整 那它頭部分 如果你今天專注在一個臉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的表現就非常自然 那有人可能會問說 那這東西它其實會有一個價格 如果你今天要去用它 然後去使用它的話 然後它其實你可以用付費的方式 讓你去做出更長的影片出來 那這個可能15分鐘一個月啊 或什麼有的沒的 這個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不便宜 那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網站 可能也有類似的服務 那我這個到時候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建議 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你可以怎麼去使用這個 來讓你用最簡單的方式去生成影片 那我們舉例如果說10分鐘的影片好了 用這個人臉去做這個YouTube影片的時候 你可能說真的 因為你聲音的部分 你已經知道怎麼去生成整支片 都是一樣的聲音嘛 那你可能在前面一開始介紹的 可能30秒或是15秒 你可能有這個人臉出來 然後後面15秒有人臉出來 那這樣你一支影片 你中間再穿插個15秒 或是幾秒這樣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一些片段 跟這一些腳本都先打好 去分化好 然後讓它一起 generate 就直接一起伸出一支影片 然後你再去剪裁它出來 那這種時候你在一支可能10分鐘的影片 你就可以穿插三四段 然後你這個真正有人臉出來的講話 那其他你可以用你要介紹 像我們上支影片介紹那個 自動生成的影片去講中間的 這個帶過片花的部分 那這樣你就有一支 看起來好像真的有人在講話的 一支AI生成的影片 那這種情況你跟那種 單純就是完全只是 就是一直跳片花 一直搜尋片段的那一類影片 你就有一個差異性出來 感覺好像真的有一個人臉 這個互動性感覺還會更強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才剛開始 那我覺得很快啦 搞不好連戴口罩 他們有足夠的資料 他們也可以很快生成出來說 戴口罩你這個臉要怎麼去動 什麼有的沒的 或者說可能會加入一些手 錄製的時候加入一些手 那可能還會生成一些很自然的 這些對話方式 那真的很難以想像 這個每一天都在變化 每一天都有更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也會持續做這些 嘗試 研究 測試 或者說生成素不一樣的內容 或者說更創意的用法跟大家分享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就在下面跟大家留言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我是劉獵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